受一股强冷空气影响 地处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墨河市迎来大幅降温天气 48小时内气温骤降16摄氏度 最低气温已经跌破零下30摄氏度 11月14号凌晨 墨河气温降至零下30.7摄氏度 迎来入冬最低温 寒冷天气下外出的市民全副武装 羽绒服 棉帽子 围帛 手套 骑上阵 又到了哈气成霜的季节 人们的脸上揭满白霜 虽然墨河的天气异常寒冷 但正是这份最北方的寒冷天气 每天都吸引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一路向北 到这里体验极致寒冷感受冰雪美景 比我们南方很多了 爽 很爽很爽的 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 就是要感受北方的这种冷 我这次来的是来看看雪景 感受一下墨河这边的天气 冷是真冷 但冷的是爽 好了 主要来这边呢 还想看看咱这个墨口的这个泼水成冰 很玩意玩得体验一下 泼水成冰就是在寒冷的室温 把开水用力泼出时 水蒸气遇到温差较大的低温环境 会迅速降温凝结成冰晶 形成一个弧形冰雾 看起来就像无数冰箭射向四面八方 每年11月开始 墨河就会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体验这项独特的趣味活动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 本周内墨河最低气温 都将维持在零下30度左右 提醒市民和游客增添衣物 防寒保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